扎辛德勒在藏语中也就是吉祥如意的问候 声念阿弥陀佛不只是在念佛时才念 平时也是佛弟子打招呼的方式 在藏传佛教的招呼语 我们常听到的是扎斯德勒 在藏语的意思就是吉祥如意 我们来听听看此招呼语和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同之处 当我们就是在遇到出家师父的时候 我们会说阿弥陀佛 其实说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因为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最主要是自己能够累积功德 然后也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 最重要是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称呼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能够对阿弥陀佛有那个信仰 能够增强我们的信仰 一方面也能够获得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我们就称呼阿弥陀佛是有很多用意在 因为就是在以台湾的文化来讲的话 他们就是会称呼阿弥陀佛 那他用意基本上是在这边 能够就是消除业障 累积功德 还有是增强自己的信仰 还有就是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 那如果是以西藏的文化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就是称呼 我们称为大西德雷这样子 那大西德雷其实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讲那个吉祥如意的话呢 就代表说希望呢 自己跟对方呢 都能够今天所遇到的事情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没有灾难 都没有障碍 都能够吉祥 那所以呢 就是希望有一个帮助他人的一个用意在 加持德雷是藏族人表示欢迎和祝福吉祥的意思 加持是指吉祥 德雷是好的意思 连起来是指吉祥如意 若遇到藏传的人波切或喇嘛 怕对方听不懂中文 用加持德雷来问候准没错 而且不失礼 法级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道